加贤驻华大使称华为丢官评论指中共在世界渗透代理人,麦加连与加拿大的华人社会有密切联系。 图片为麦加连参加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活动,麦加连官方推特账号,2018年1月。 加拿大驻华前大使麦加连,于2019年1月26日,辞职此前他就孟晚舟事件发表之。 招华为并希望美国不要引渡孟晚舟等言论,麦加连官方推特账号,2018年7月,麦加连与中共官方互动频繁。 图片为他到访湖北武汉,麦加连官方推特账号,2018年7月,2019年1月27日环球时报,发文例称麦加连将他誉为皇帝的新装中说真话的小男孩,环球时报。 官方微博截图,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上周,依反复发表之招华为的言论。 最终被总理杜鲁多,要求辞职中共多家官媒,随后发起舆论,例称麦加连说了真话,评论人士指麦加连的所谓真话,凸显一个严峻的事实。 中共已在世界各国渗透,并收买很多代理人,吴亦同成文报道,加拿大总理。 杜鲁多上周六26日,公布要求,并接受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加连张McCallum,辞职此前麦加连就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事件反复发表其观点。 但被舆认认为,有干预司法之嫌麦加连被解职后一日。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中国日报》海外版,以及加拿大华人社团及媒体,对加拿大政府发起猛烈的舆论反击。 中国大陆各大网站周一28日,在首页转发环球时报题为加拿大撤驻华大使。 政治干预越描越黑的评论文章文章,将麦加连誉为皇帝的新装,中揭开事实的小男孩,因为说真话而遭到围攻称,加拿大敏感的像一只金弓之鸟,是麦加连的言论为洪水猛兽文章,还指称加拿大政府在孟晚周一案, 从一开始就渗透进大量地缘政治,像是被一根政治线牵筑的风筝欠缺法治精神。 中国日报海外版则在沃泰华应该意识到正确的做法是释放孟晚周的文章中与环球时报,同一口径认为,麦加连说出真相。 其透露一个细节指出,杜洛多,为改善两国双边关系,将中国事务老手麦加连派往北京。 该报更直接指向加拿大受美国操控加拿大华人联合会主席蔡红安指。 麦加连成为孟晚周案的大罪羔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 麦加连辞职事件,为家方内部事务中方不予评论。 但他同时称孟晚周的事件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 广州作家也度向本台表示,麦加连作为加拿大外交官。 事实为中共站台而中共舆论,在例称麦加连强化了其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也度说,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的价值观、立场,甚至是行动方面,都是和中共官方互相呼应的绝大部分,都是出于利益需要。 中共这么多年来,也是用利益去收买其他国家的政客。 中共肯定还会继续寻找价值观一致的老朋友了旅居新西兰的北京之春。 主编陈维建认为,中共在孟晚周事件上,急需西方有人站出来支持。 麦加连的真话说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中共这么多年来,已在西方严重渗透。 陈维建说作为加拿大驻中国大陆的一个官员,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 为中共来说话,也不是不可思议,中共这些年来取得的最大的成果。 就是在西方社会,有一批自己的代理人,从政界也好,商界也好,学界也好,都已经渗透了。 仅仅是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这样一个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像麦加连的人,有许多这一部分人,在关键时刻,一定会出来为中共说话。 麦加连上周二22日,在多伦多一个华文媒体活动上表态, 指孟晚周被捕是政治事件。 孟晚周,可以提出强而有力的证据抗辩以避免引渡美国。 并指习近平对孟晚周被捕很生气。 该舆论引发外界批评麦加连,在两日后改变口风,强调加拿大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并没政治参与麦加连其后接受加拿大多伦多。 新报华裔记者宝问时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引渡对加拿大来说就是太好了。 记者江录音在加拿大电视台播放后引发舆论哗然68岁的麦加连。 经济学者出身在2017年,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其妻子和三个儿媳,均为华裔。 他的社交媒体推特内容显示,他与中共各级政府官员、大学等互动频繁。 ř弈这个社交媒体推特内容挤 önemli问题。 不知道 kan否说就是最初而且,让社交媒体推特内容反正。